大家好,我是Chris,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小腾老师说Chris Talk 最近最热的新闻就是红山资本分家了 分成了三部分 红山欧美,红山中国,还有红山印度 那么红山欧美呢,还是叫原来的名字 Scoia Capital 然后呢,红山中国呢 叫拼音的红山 赫红红,是安山 红山印度呢,改了名字了 它跟红山没关系了 它叫Pik 15 Partner Pik 15呢,是珠穆朗玛峰的名字 在1865年以前 珠穆朗玛峰在西方世界是没名字的 因为那时候欧洲人主要是从印度平原 印度一侧来观测 这个珠穆朗玛峰 当时呢,他们看到喜马拉雅山呢 一共有79座山峰 他们数 就是珠穆朗玛峰是排第15座 所以说呢 就叫Pik 15 这次分家呢,是随着这个 全球化越来越深入啊 这个不同地区的红山资本投资的企业 都要全球化扩张 那么在扩张的过程中 就很容易变成相互之间的一种竞争对手啊 其实呢,在两年前啊 在Rolof Bota担任这个红山资本的掌门人以后啊 就传出来要分家 但是呢,这个一直到今天啊 这个靴子终于落地了 在分家以前呢,红山资本的后台是共享的 不同地区的红山资本都可以共享这个后台 这个后台包括呢,比如说会计 比如说合规,比如说品牌推广 比如说投资者关系,比如说官网 这些都是统一的 但是分家以后呢,就要变成三个不同的公司了 在今年的12月31号 不同地区的红山投资的 这个之间的利润分享将会被终止 那么究竟这个股权如何置换呢 红山投资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啊 今天呢,我们就借着红山资本分家这个话题 一起来回顾一下红山资本的发展 和一些它投资的经典案例啊 红山资本呢,是1972年成立的 到2023年,今年正好是50年啊 其实1972年红山资本成立的 那个节骨眼上和今天很像 因为那个时候呢,是互联网 技术已经成熟了 但是市场还没有开掘出来 所有的赛道都还是空空荡荡的 等待着这些独角兽的企业 去蓬勃发展 那么今天其实也是一样 今天是AI技术已经展露头角了 但是呢,AI的市场还没有开发出来 每一个赛道也都是空空荡荡的 也就是今天实际上我们也是处在 AI的风口上 风还没起 所以呢,在风口来临之前 如果有创业想法 或者对公司管理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跟我留言,讨论 讨论这个未来的AI风口 节目呢,一星期只有一期 但是我们的讨论可以天天进行 给我评论,我一定会回 我们一起讨论未来将会发生什么 要说红山资本呢 就一定要说它的创始人 唐瓦文丁,也就是Wilton 他是1932年出生 他是丹麦裔 就是他的父母是从丹麦移民过来的 然后他是在纽约长大的 他的家庭条件不是太好 他的父亲是一个卡车司机 据说是送牛奶的卡车司机 然后呢,在工会里也有一个小职务 然后他的母亲呢 在家里,家庭妇女没有工作 家里很穷 从小呢,他上学就一直是上的教会学校 天主教的教会学校 所以说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 但是他学习很努力 学习很好 后来呢,考大学 选择了一个二流的学校 但是这个学校呢,离家很近 叫福特汉姆大学 就是福特汉姆大学呢 是这个纽约的 当时呢,这个Volentine选择这所大学的原因 他后来解释 就是说,因为他离家近 他可以不用交住宿费 他可以住在家里 而且他回忆 他说他是他们班里唯一一个 用现金交学费的 而且是每个季度交一次的 也就是说 他家是没有支票的 没有支票的意思就是没有银行账户 就是只能 他爸领的薪水 就用现金去交学费 而且只能是一个季度交一次 别人可能都是一个学年交一次 或者一年交一次 他是一个季度交一次 所以说家庭条件非常不好 其实在美国 我就想很多这个白手起家的故事 很多优秀伟大的企业家 他们的原生家庭都很贫穷 为什么他们可以实现 白手起家的梦想 实现美国梦 这就叫美国梦 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 美国它是一个崇尚经商的 这么一个文化氛围 而且呢 它的法律是保护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然后你看又有一个 鼓励大家去经商的环境 又有一个法律去保护你的财产 你挣到钱 那肯定就是你的神圣不可侵犯 所以说它就会产生很多这样子 白手起家的这个企业家 一浪一浪 一浪接一浪的去发展 那么你再反过来看 正是因为有这些优秀的企业家 包括今天的Elon Musk 都是这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这个一浪一浪的去发展起来 那么才反过来促使 美国变成了一个异常活跃的 这样一个经济体 大学毕业以后呢 瓦伦丁参过军 后来呢就到半导体行业工作 他在仙童半导体工作的时间 最长工作了七年 仙童半导体这个公司非常传奇 是硅谷里边一个非常有故事的企业 以后有机会我们要专门拿出一集来讲 在线通半导体工作呢 做销售员 他进去的第一年 他个人的销售业绩 就是全公司上一年的 总共的销售业绩的总和 他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销售员 但是他这个擅长的 并不是这个客户关系 他并不天天去研究这个 怎么维护客户关系 怎么讲话术 就是你在销售的时候 一套语言上的一套技巧 让这个客户这个就饭 让客户买你的东西 他不是 他相反 他的专业是在于这个 关注市场分析市场 他自己就说 他说一个好的销售员 并不应该是一个 人际关系的高手 相反 他应该是一个市场分析的高手 他往往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琢磨事上 而不是琢磨人上 这个瓦伦丁 Wellton在这个销售相关的岗位上 一共工作了有十年 将近十年 都是在半导体领域 所以说他非常清楚 哪些赛道有发展 哪些赛道没发展 他有一句名言 叫做 Great market make great companies 就是说好的市场 才能造就好的这个公司 他的逻辑是这样的 他说就是在一个 有发展的赛道里面 一个三流的管理者 也能够使这个公司挣钱 但是呢 在一个走下坡路的赛道里面 即便是一个一流的管理者 最多最多 能使这个公司保持不变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投资理念 所以说后来呢 就很多这个资本啊 就找到他说 你能不能业余时间 就做销售之外 就当然后来他做到销售总监啊 就是VP了 就做这个本职工作之外 你能不能帮我们一起 做一些投资啊 后来呢 他就慢慢的全职出来做投资 然后再到最后呢 就1972年 就自己成立了红山资本 完全自己来做投资了 然后呢 他就秉承了自己这个投资理念 一直寻找这个最好的赛道 然后在这个赛道里面 找公司去投资 我们来讲一讲 这个红山资本的一些投资案例啊 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投资苹果啊 这个不得不讲 1976年的时候呢 乔布斯和他的朋友在车库里 就开始研发个人电脑苹果啊 那个时候呢 瓦伦丁呢 就去乔布斯的车库去看了 因为当时乔布斯对外讲呢 说他只需要五万美元 就可以把苹果公司三分之一的股份卖出去 然后他也在找投资嘛 然后这个瓦伦丁就去了 开着一个豪车 到了这样一个车库里去看 一看呢 车库乱七八糟的 而且呢 这个乔布斯满头长发 这个年轻人满头长发 又吃素 好像那个 还吃什么维生素 就是 瓦伦丁就感觉这个人 神到脑了 而且把自己搞成这种先锋道骨的感觉啊 他觉得这个乔布斯是故意的 是为了标新利益 所以说他对这个创始人乔布斯没有好印象 于是呢 他就把苹果这个投资机会啊 他推荐给自己曾经的一个手下啊 叫马库拉 这个马库拉呢 就是到了这个乔布斯的车库一看 他的感受不一样 他觉得非常的受震啊 他觉得这个个人电脑一定能够大卖啊 一定能够有发展 所以说呢 他就投资了 他投资就不是五万买百分之三十了啊 不是五万买三分之一了 他投资了二十五万 而且呢 还自己跳槽到了苹果公司任职 专门给乔布斯去拉投资 后来还拉了好几个投资人 这个时候呢 这个这个瓦伦丁啊 就感觉有点后悔了 就说哎 是不是我看错了 这个个人电脑未来肯定会发展的好 而且他在一个展会上看到这个乔布斯的苹果 大卖了 有一次呢 在一个饭店里 他就看到了这个马库拉乔布斯他们几个人呢 在吃饭在聊天 就谈这个公司的事 这个瓦伦丁刚好看到了 然后呢 就让服务生呢 就送了一瓶酒给乔布斯他们 然后写了一个纸条 纸条上写说 请别忘了 我还是要投苹果的 就是又表示了一下诚意嘛 后来就 乔布斯他们就让他投了 他投了多少呢 他也没投太多 他投了十五万美元 投了十五万美元呢 这个很快这个苹果电脑就卖得非常好 一年卖了两百万台 然后呢 又很快 苹果就IPO了 就上市了 在上市之前 瓦伦丁就把自己十五万美元买的股份呢 就卖掉了 卖了多少钱呢 卖了六百万美元 赚了四十倍 这个经过投资苹果这个案例吧 这个瓦伦丁之后呢 携带着这个红杉资本就开始了一系列的这个投资 在互联网行业 比如说他投资了这个甲骨文 软件的甲骨文 投资了这个硬件的思科 然后投资了雅虎 这些都是响当当的名字 曾几何时 这个红杉资本投资的企业 他们的总市值 在纳斯达克所有上市企业里边 占到了百分之十的比例 在瓦伦丁创办红杉资本的那个时代 很多这个投资基金都是由创始人的名字来命令的 就是要打上个人的烙印嘛 但是瓦伦丁没有 他起这个基金的名字 就用了红杉这个名字 就北加州的一种数 他为什么 就是没有把自己的名字加在这个基金里 实际上很多说法 我个人认为呢 可能他从一开始 他就不想成立一个属于自己家族私产的这么一个公司 其实他一开始就是想建立一个伟大的公司 至于这个公司是不是自己的倒并不重要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跟他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有关系 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来努力来做事 其实是为了完成上帝给他的使命 他并不是说为了去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积累多少私产 不是的 他是一种使命感 所以说到1996年的时候 就是也没有人要求他 他就自己主动提出来辞职 就说要退休了 把这个公司呢 就交给了一个他的下属 叫莫里茨 莫里茨呢 是瓦伦丁的接班人 接班人之一 莫里茨是英国人 他移民到美国 在时代杂志做过一段时间记者 做记者的时候呢 他就采访过乔布斯和瓦伦丁 然后呢 这个瓦伦丁就把他挖到了这个红杉资本来工作 然后慢慢地培养 最后成为他的接班人之一 这个莫里茨呢 和瓦伦丁的投资风格完全不一样 他投资理念也不一样 这个莫里茨认为要投人 而不是投赛道 他认为人投对了 做什么项目都可以 他有一句名言 叫Special BNA 就是说这个创始人 必须有特殊的基因才行 包括他投资这个谷歌的拉里培奇 包括PayPal 包括领英 包括YouTube 他都是选择有特殊基因的 这样创始人去投资的 红杉资本呢 在莫里茨时代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瓦伦丁时代呢 红杉资本大概是10亿美元 这样的资金池吧 然后这个主要 那个时候主要是做A轮和天使 但是到了莫里茨时代呢 这个已经到了百亿美元 这样的资金池 而且已经开始投IPO之前了 不仅仅是A轮和B轮的 等于说他的这个实力更加雄厚了 这个最后我想说啊 这个瓦伦丁和莫里茨 这个投资理念区别这么大 其实也没有谁对谁错 就是时代不一样了 就是瓦伦丁那个时候 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以前啊 那时候全世界的互联网啊 这个所有的赛道 都是空空大大 就都没有人冲进去 那个时候 所以说你要快的去选择一个赛道 快的去找人去冲进去 那你就赢了 所以说那个时候啊 是选择市场比选择团队重要 但是后来到了莫里茨时代 就是1996年之后 其实每个赛道上都占满了企业了 都占满了人了 互联网每个赛道都有独角收企业了 这个时候就是要去竞争了 硬碰硬去竞争了 那你竞争的话 你就要找那个有special DNA的这样创始人嘛 所以说呢 没有对与错 但是我是想表达一个观点的 就是说真的在一个公司里 两代掌门人之间 投资理念差距这么大 还能够和平的交接这个公司 还能够相处的特别好 实际上也能看得出来 这个优秀的人啊 他其实不是固执己见的 这个就是我的感受了 感谢收看这次的《红山五十年》 咱们下集再见